一座靓丽的地标呼之欲出 超过400个单位的酒店级公寓 即将全线面市 王府井一个响亮的名字 一个极高尚住宅 宾馆与商业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华丽大堂 瀑布式泳池 名家巨匠巧用了每一寸面积 王府井 绿洲上的家 一个五星级的家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 查询热线905-888-6788 2008年的金融海啸 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迫使联储局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措施旧市 加上乡市场泵了23000亿美元 但都未能令美国经济真正复苏 反而因为热钱太多 牵起全球炒风 由于作用有限 联储局主席波南克暗示过 不会再出招 究竟美国经济有多差 从就业数据就可以看得到 去年11月开始 美国的失业率就连跌了4个月 但之后又再回升 由3月的8.8%升到上个月的9.2%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被视为经济寒暑表的非农业职位 即是不计农业的职位 近几个月不断减慢增长 上个月只是多了不够2万个 严重的失业问题 令到联储局将今年的经济预测 调低到最多只会增长2.9% 比早前的估计低了0.4个百分点 市场就更加悲观 说美国经济规模 个人消费占了三分之二 越来越多人失业 会令到美国人减少消费 打击经济 增加相抵衰退的风险 美国是全球最大债仔 负债超过14万亿美元 远远多过欧专五国的总和 面对疲弱的经济 联储局可能要再泵水旧经济 但先缺条件是 确保有空间发多点债 下个月2号 一批美国国债到期 市场担心 如果债务上限问题 仍然未能达成共识 这批债券就可能会违约 即是说美国政府可能会无钱还 评级基金的目的 亦都再度发出警告 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水平 美国维持了几乎一个世纪 最高债务评级 AAA 就可能会失去 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 经济体系 如果出问题 就会牵连全球经济 由于影响太过深远 有学者相信 美国债务上限最终都会提高 个人觉得就谈不够数的机会 比较小一些 现在反而是他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里面 如何互相取得自己最大的好处 因为譬如说 当美国的债务评级 它是被下调的时候 就是有违约风险 就会令到很多基金本身持有的 一些美国的票据 是会遇到抛售的压力 但要注意 除非美国经济真正复苏 增加政府收入 否则提高债务上限 可能会令到美国的财赤 进一步扩大 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 估计会高达16000亿美元 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 10%以上 比起现时 正是陷入债务危机架 欧洲五国更加严重 其中一个地点 爆炸后火光红红 民众慌忙逃生 傍晚6点45分 南部的杂伟里市集 率先发生爆炸 这里是珠宝市集 平时人来人往 警方说有三个炸弹 放在雨傘和两架电单车里面 不到一分钟 漫漫在南部旅游景点的歌剧院附近 发生了第二宗爆炸 这里靠近鑽石市场 爆炸威力强大 鄰近的商店也受到波及 消防接报后 不断射水罐救 有目击者说 最初以为是煤气罐爆炸 后来知道是炸弹襲击 引起恐慌 一度出现人踩人 而第三宗爆炸 发生在晚上约7点 曼买中部一个交通交汇处 一架停泊在附近 藏有炸弱的私家车爆炸 整个巴士站被炸到变形 留下大量碎片 消息说事后当局还找到一枚未爆的炸弹 三宗爆炸时间前后不超过10分钟 加上三个地方都是商业区 傍晚下班饭旺时间 人流非常多 交通饭旺 当中南部的乘位里 当地传媒说已经是第三次成为集击目标 三宗爆炸发生后 大批伤者送远抢救 印度警方正调查事件 内政部表示这次是恐怖集击 调查发现使用的炸弹 包含了烧酸鞍以及散弹碎片 增加杀伤力 炸弹集击发生之后 孟买和首都新德里等多个印度城市 保安都明显加强 警方不时在路边截查车辆 指责以及火车站等人流多的地方 都多了警员重查 当地传媒引述印度警方说 兇徒总共放了七个爆炸装置 调查怀疑今次的连环集击 是当地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 印度星战事策动 因为今次的爆炸案所使用的炸弹 用了布袋和饭盒去装住 兇徒放置炸弹之后 就会静静地离开 手法和那个组织的做法相似 孟买过往曾经多次 成为了连环爆炸杂击的目标 在93年、02年、03年、06年 都发生过多次的爆炸杂击 每一次都有过百人死伤 当宗教围军动的一次 可以说是2008年的11月 十个怀疑是巴基斯坦的武装分子 突襲船内的一间豪华酒店 至少有195人丧生 近300人受伤 孟买频频发生恐怖袭击 正正是因为它是印度的第一大城市 既是印度的金融中心 亦都是交通树纽 一旦发生爆炸 必定会造成重大的破坏 加上孟买的人口密集 炸弹爆炸会造成重大伤亡 定必会引起关注 而这些的袭击背后 往往都是由社会矛盾 包括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 贫富不关所引起 印度的内政部就说 印度内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 多达几百个 当中有不少更加是得到 鄰国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 在背后支援 加上当地的政府反恐措施不力 情报混乱 而武器装备也都落后 令到恐怖袭击枪决 好像今次爆炸袭击发生之前 印度的情报机关 就完全收不到恐袭的警告 不少外资公司都担心安全的问题 陆续撤出盲买 令到当地近年的经济 以至是旅游业都大受打击 陈志云 无线制作资源部总监 洛逸凌等人分别抵达法院 洛逸凌回答控方盘问的时候指 去年2月澳海城 有陈志云新书发布会 有无线经理人合约的艺人出席 包括蛇诗曼 杨怡 陈敏之等等 当时蛇诗曼和杨怡 正是拍摄由梅小青监制的古装剧 所以第一次交给陈志云的艺员名单中 并没有包括两人 但后来陈志云 希望两人撑场 艺员部助理经理陈嘉莉和洛逸凌表示 陈志云已经向梅小青讲述情况 最后蛇诗曼和杨怡都有出席 洛逸凌指蛇诗曼原本不想出席 但因为陈志云是老板 所以都劝他去撑场 另外洛逸凌亦表示 当初不知道思潮和奥海诚有协议 内容包括这些艺人会出席 洛逸凌说如果知道有赞助 是商业活动 或者思潮从中收钱 他是不会给艺人免费出席这个活动 他亦会找陈志云问清楚 他又指由于撑场 是陈志云直接下指令 所以开例会的时候 有提及这件事 但就没有提及出席艺人 事后会收到钻式礼物 直至活动完结后的礼会 陈志云先提及 洛逸凌深信陈志云 会知道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是不可以做 他接受辩方律师盆敏士 就提到之前有三个同类的餐场活动 包括带领艺员到一间日本餐厅 免费餐场 他同意这样是协助推广 但不认为餐场是完全涉及商业因素 辩方律师问他 是否知道 陈志云新书会的名称和内容的时候 他表示知道发布会是私人活动 不是无线电视的活动 但就不知道陈志云新书发布会的详程 然后再继续 这些人活动 可以走到手里的那里 会连 设计划 辞 设计划